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日开始 燕山派不再提防百花门 两派往后正常往来 但是诸位门人弟子应谨记门规 不可余礼余据滋扰事端 否则定当严惩不怠 谨遵掌门之命 行行行 不就传个信吗 拿来吧 这封是大师结以掌门身份 交给燕山派掌门顾玉郎的 这封是大师结以私人身份 交给招兴墓的 这封便是我以大长老身份 交给燕山派大长老招兴墓的 这封便是我以私人身份 给顾玉郎的 这封是给宇成仙的问候信 如果宇成仙不在便也交给顾玉郎 顾玉郎这个死人 我看呢 顾玉郎一来心思敏感 想得多 没有朝夕暮那么耿直 二来呢 因为身体差 怕自己命不久矣 没想过感情的事 师姐 你若去追求 还去主动些 拥有你的热情 感慌她的内心 那多不矜持啊 师姐 你现在跟我谈矜持啊 我不是怕她不喜欢吗 你叹什么气啊 没事 先我娘了 我不忍心见你堕入邪道 你留下 我帮你修炼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修炼与不修炼 已然不重要了 我要的是 心心相应的信任和默契 是毫无保留的坦诚 可这些 我们还都没有呢 是毫无保留的坦诚 你不想说变不说了 你不想说变不说了 吃完饭了吗 我估计你也没吃 我去宰些果子来 我昨夜杀了俊卫妻 你说什么 我杀了俊卫妻 俊卫妻 你杀了 我昨夜杀了俊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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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我杀了俊卫妻 俊卫妻 你杀了 清秋愚笨 实在没有当掌门的自治 好在 有玲瓏辅助 才看看为止 顾羽狼也是 要不是我在前面顶着 她早就撑不住了 俊卫妻 你由你回来了 我想你了 便回来见你 一心 你误会我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若非不信 我也不会勉强你 我走便是 俊卫妻 不要来影响我了 你说黎依欣走火入魔 成了废人 怎么会倒得如此严重 依欣还未苏醒 师父离去之后 百欢门再无擅长医术之人 所以我便来找你帮忙 多谢玲瓏信任 我顾羽狼虽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 别但是了 婆婆妈妈的 爽快些 说办法 赵大师伯 他医术高绝 丹药无双 连我这样的酒阴绝脉都能保重 想必 别想必了快走 绝脉走不快 快点 快快点